只是被杨超越说中了吧 一模一样的视频 不同的侧重点 真的会改变对一个人的印象 是不是金格是在营销软射了 我好不好坏不坏 还不是你们一句话的时候 我没想到什么意思 今天你们说 他这个行为好性情 真性情真棒 人家就是说 他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呀 然后再换一个剪辑说 天哪他怎么会说出这种话呀 然后突然那个人怎么怎么样了 然后又改变了一下 哇他当时真的是 非常的真性情 我觉得我爱了 就像看过这个直播的 都知道是在玩梗说玩笑话 但是掐头去为剪辑 就会让人觉得他真的在叫一人 你说我这个视频 会不会有人录屏 我总有一种旅感 我总觉得有人会录我的视频 我总觉得有人会带话给 我总觉得从有人在里面 看你注定这么 其实真的很多人都怀念 明星把微博当朋友圈发的意思 我也很怀念 但现在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 真的现在在晚上 不管说什么都特别容易挨骂对吧 你现在不挨骂 将来也很有可能会挨骂 因为网友谩的办法实在太多了 你长得丑给人添辱 长得漂亮让人焦虑 你说话说的有道理别有用心 说的没有道理那更惨又蠢又坏 你怎么保持沉默 那保持沉默也一样会挨骂 你们这些沉默的人 总有一天会轮到你 微博上能有正义的话吗 微博上那都是披着面具在说话 真的是 他们就两个一点 喜欢你就是 帮笨的你不喜欢你 什么玩意臭狗屎